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尼班已承認發動了星期日的襲擊 星期二,巴基斯坦內政部長尼薩爾說 星期日的襲擊者攜帶火箭筒和手榴彈企圖炸毀飛機 但由於機場安全人員犧牲生命、保護國家資產 使得襲擊者無法得逞 尼薩爾說襲擊者還帶了大量糧食和藥物 看來計劃在機場綁架人質 有關軍員說,在星期日死亡的人當中包括10名襲擊者 以及星期二在機場一個冷藏設施當中發現的7名工作人員屍體 調查人員說,這7名工人的屍體被燒焦無法辨認 看來是為了躲避槍戰而藏身冷藏庫當中 但這個設施在攻擊當中被大火焚毀 另一方面,巴基斯坦軍方說 星期二他們在西北部黑霍博地區 襲擊了懷疑是擊進分子的目標 最少有25名恐怖分子被殺